大家好,欢迎来到表书砍世界,今天是礼拜天 最近这两天有不少从中国走线过来的观众朋友 通过私信的方式找到我 想了解一下他们看了过去这几天的节目 就是很担心,说自己会被抓住的这个几率有多高 或者是真的会被遣返吗 那么我今天呢就想来再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首先我们要特别的关注这个特朗普都说了些什么 据说这个2022年到2024年联邦财政年度 这个入境的中国人是相当多的 2022年这个财政年度呢 这个大概的啊就是说非法入境的中国人有2.7万人 这个不包含那些没有被抓住的 没有注册在案的 到了2024年财政年度呢 这个数据从2.7万人增加到了7.8万多人 发了两倍 这个数据呢指的是中国公民 从美国南方啊 极少数是从北方入境的人数 在今年4月份的一次造势大会上应该是在亚利桑那 还是在哪个州我忘了 特朗普呢在这个大会上呢 他就说这些人呢从中国来 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有3万1千到3万2千人 当然这个数据究竟是从哪来的咱们不知道啊 他们都达到了服兵役的年龄 而且大部分是男性 在我看来 他们是不是想在我们国家建立一支小型军队 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这个呢是他的大概的原话 所以也就是说 特朗普和他的竞选团队是非常关注 中国公民非法入境的这个情况 因为他在大会上既然讲到这个事情 或者是提到的一些数据 他还是有一些来源的 那我们再看一看他的最新任命 美国移民执法局的这个局长 这个非常强硬的这么一个职业的执法人员 托马斯·霍尔曼 我看了他的一个最近的采访节目 他也专门提到了中国人 当然他的提的数据呢 可能更真实一些 他说入境的非法中国公民 应该有七万多人 绝大多数人都是年轻的男性 而且符合参军的年龄 他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那么究竟这些人在什么地方 他们究竟想来干什么 如果他们没有中国政府的配合 他们是不可能出来的 这个呢 他怀疑是中国政府在后面 所以他的这个说法 跟这个特朗普的说法是相当接近的 也就是说 只要特朗普一旦上任 第一天 这个是 我们也说 进入白宫的第一天 他就要折手 这个进行大规模遣返 非法移民的 这个工作 据说呢 在应该是在去年吧 拜登驱逐了 110万的非法入境者 不是去年啊 是是在拜登从2021年到2024年 这几年 他遣返了110万人 而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呢 川普遣返了150万人 这两个数据呢 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 据移民研究机构呢 他们的数据呢 是在美国境内 大概有1200万人 到1500万人的无证移民 因此呢 他要是想把所有的无证移民驱赶走 是非常不现实的 因为呢 从这两个数据可以看到 他们两个人 每一届的任期 基本上也就是赶走了 110万人到150万人 如果在特朗普上任 第二期 采取更加积极 或者更加强硬的这个方式呢 我估计他也 在这个任期内 可能能够驱赶到300万人 也就是在翻一倍 他要是真正的 想把这上千万人赶走时 办不到的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财力 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力 虽然他们口头上说 他们是不惜代价 但是从实际的操作当中 我个人认为是不现实的 那么怎么办呢 这个他的政策顾问 这个Steven Miller就是说 如果这个这些国家 不配合我们的驱赶行动的话 我们不给他们发签证了 就说假如你中国政府 不配合我们 你想中国人想来美国 我们不给你签证 这是他提出的一个 首要的一个条件 除了不给签证以外呢 他还会有其他的方法 或者方式 要求这些国家 接受被遣返回去的 这些公民 因此呢 我个人认为年轻的 或者是单身的 这个物证移民 的确可能是需要小心一点 那么这个民主党执政的 这些庇护州 他们已经公开的说了 绝对不会配合 联邦政府进行驱赶移民的行动 包括我们芝加哥的市长 包括我们伊利诺州的州长 包括加州的州长 旧金山的市长 都有过类似的表态 这个边境沙皇 Thomas Holman 他就针对这些说法 他也提出了 他说我们也不需要你的配合 因为我们还会聘请 大批的执法人员 我们还会有更多的移民法官 把那些已经下了驱逐令的人 立马就要驱逐出美国 因为他还有一些 可能是过去法庭 已经下了地解令的 但是呢 并没有真正的执行 那么这一批人 据说有一百万人 还没有被赶走 那么这些人才是 首先会被赶走的人 第二呢 就是说有犯罪前科的人 或者是犯罪的人 这类人啊 据统计数据说 目前在美国境内呢 有四十多万人 也就是说这些非法的 无证移民 有犯罪前科的 或者是已经犯了罪被判了的 四十多万人 所以要驱赶的 仍然还是有这种人 你可能问 那么既然总统和 边境沙皇说了啊 有不少中国人是这个年龄的 他可能也会拿一部分中国人来开刀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他不可能做事说 我明明都说这么说了 我不会对中国人怎么样啊 他肯定还是会的 但是呢 对于中国人来讲 应该他不是最重要的啊 在目前来讲应该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呢 他肯定也是在日程上的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我的理解啊 如果要是大家不放心的啊 也可以向你的律师进行咨询 特别是你已经申订了移民的啊 庇护的申请 当然了 Tomas Holman他提到了 他说联邦政府可能会增加很多的 移民法庭的法官 在这个审核和批准的程序上呢 都会进进一步的 这个啊 更加的严格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门槛可能会设得更高 那么被拒期 被拒的人 可能也会更多 所以这一点呢 大家还是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如果被移民法庭拒绝了怎么办 如果你的这个上述的程序 也都走完了怎么办 那么很有可能 真的是会被驱逐出境 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 无论是思想上的准备 经设上的准备 还有法律程序上的准备 大家都要心里有数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欢迎订阅表示看事件 咱们下次再见 好 好 感谢观看